要说近些年日产最让人失望的产品 星期骏绝对当仁不让 虽说日产已经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但是整个终端表现依旧是日产所想象不到的 这也是后期日产副产四缸机的主要原因 但此时网友们已经不再买账 应该说是日产有史以来最让人失望的一款SUV 而在最近日产也做着最后的挣扎 那就是正式官宣了超级混动版 这款超级混动版也就是我们熟悉的ePower版 所以只是在动力上的改变 外观上只是做了细节优化 大的结构并没有做调整 当然了 在这里小花还是简单的先熟悉一下它的外观 也应该是这款车最大的亮点 2.0版的VMotion格山已经让这款车的颜值再次提升到一个档次 包括分体式的大灯也能成为点睛之笔 虽说尺寸没有明显的改变 但从身形上能看到日产设计师的用心良苦 至少在外观上是这样的 整个渐进式的腰线 包括前后的双轮煤的设计 也都让这款车的颜值提升到一个高度 对比纯燃油版 这款混动版齐骏尾部的改变还是比较直接 比如它的尾灯明显更加复杂 尾箱也都采用了内嵌式的结构 后包围与车身正好贯穿成一体 内饰的细节改变还是比较明显 相比较内燃机版本 比如多媒体屏幕的尺寸更大 显示效果更细腻 已经丝毫不输同级别任何系列 包括荡杆位置上的仿木式版 看起来更是高级感爆棚 当然了 这款车最大的亮点就是ePower系统 也就是双电机四驱系统 其中前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50千瓦 峰值扭矩为330牛米 而后电机的最大功率为100千瓦 峰值扭矩为195牛米 0百加速7秒表 综合油耗在6.36升左右 相比较燃油版 这个成绩还是不错的 但与同级别混动系列相比 这款车并没有多少优势 目前新车已经正式官宣 不知道它的到来能够给日产带来转机 我们也拭目以待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